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參觀 白凱吉老凱銀 上一集 汪汪就是利用了 我的紅石姿勢 再搭配上蜜蜂模組 生產出了 超級超級多 汪汪怎麼丟都不嫌多的凋零蜂巢 那今天這一集呢 因為我們上一集已經 上兩集已經 很努力的很努力的 研究了這個工業蜜蜂模組了 所以 汪汪今天想要輕鬆一下 我們來去冒險 我們來去玩虛無世界的下一個維度 下一個維度 汪好像是要來玩天堂維度的樣子 所以在今天這一集開始之前 請各位留給汪汪 超過100個喜歡 如果我們在天堂維度裡面發現 酷似天使大姊姊的美麗生物的話 每超過100個讚 不忘就 多抓一個女武神大姊姊 把她關進勞容裡面 成為我們的 小小害羞奴隸喔 再見了臭蜜蜂 今天我不碰工業 紅點回到家 唉唷這裡這裡 我被什麼東西卡住了 喔是我的盔甲架的帽帽 來來來我們去我們之前架設好的天堂維度門門 喔他就在這裡 那之前有觀眾 很認真很認真的告訴汪汪說啊 汪汪你只需要一個門就可以開啟 所有所有維度了 但是汪汪 汪汪想要把這邊弄一整排的門門 這樣看起來很壯觀 希望大家亮澆然後他的聲音真的是有夠吵的 我們就進去這個天堂維度吧 欸進去看一下 感覺這邊是個空島呢 而且他們的樹都好七彩繽紛喔 有各種各樣的顏色樹葉 我們就下樓看看有什麼怪物吧 喔這是個什麼 天堂灌木梗 呃他好像沒有掉落什麼東西 這邊會有灌木嗎 他這邊的花花草草都好七彩繽紛喔 看我好快樂喔 他這邊有什麼特別的樹苗 黃色天堂樹苗 天青色樹苗跟紫色樹苗 還有這個是藍色樹苗對不對 不知道這些樹苗有什麼特別的作用 喔 發現了一個NPC 這個NPC我可以跟他幹嘛 喔你又是賣這個樂透的 你是騙錢商人 你滾我叫你走 你這個垃圾商人 你每次都賣一些騙人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看這邊有沒有什麼怪物 我看到前方有生物 你是不是獨角獸 你叫曙光 我打你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死了 他好快就死了 他是這邊的 呃 小菜雞嗎 所以 有沒有比較厲害的怪物出來讓我打打 我是不是應該 徒手尻他一下 我的戰鬥力是不是太強了 所以這邊的 喔 喔 為什麼天堂會出現這種 看起來像殭屍的東西 你是殭屍牛吧 平靜牛 我怎麼看起來你一點都不平靜的樣子 他要來揍我了 讓我看看你的傷害不對 他好像又不想揍我了 來來來 我們再試試走 看看他 呃他 去死吧 喔 他掉了好多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生平靜牛肉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拿去烤一烤 喔 感覺很好吃的樣子 天堂這邊就沒有什麼 比較厲害的東西嗎 我怎麼看起來都是一些 小菜雞的東西啊 喔 哇 我看到了 天線寶寶 你是不是白化症小波 我摸他一下試試看齁 喔 他生出了東西來耶 他生出 喔 他會 這是你的守護獸是不是 你的守護獸看起來很爛喔 小波 好 小波 剩我跟你啦 你沒有守護獸了 我再來尻你一拳 我 我沒尻到他 小波 瘦死吧小波 喔 小波就召喚他的守護神了 他守護神看起來蠻酷的 但是 感覺上 不是女的 因為我看到下面有一個 拳拳 他一定是雞雞 好 小波死了 那 好像沒掉什麼東西 汪汪發現一個酷酷的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紅角獸 我可以牽他嗎 我可以牽他耶 而且他走路會冒出彩虹光束耶 喔 好美麗喔 好想騎他喔 這個是不是其實是可以騎的生物啊 我們來右鍵他試試看 好想騎他 好想騎他 但是 我身上有沒有馬鞍之類的 來看一下齁 我沒有鞍 喔 我有鞍耶 我可以騎他嗎 喔 他不能騎 但 沒有關係 因為 汪汪可以掏出前世紀憶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寵物模組 PET 汪記得我有一個寵物鞍 我們可以來做他 我們就可以來騎這個彩虹獨角獸 仍然冒出好多好多的彩虹了 來來來 六個皮革 一個鐵錠 一個鑽石 一個黃金 喔這個鞍的寵物做出來了 只要為他吃鐵粒的話 他就可以持續搭乘了 所以我們來弄多一點點的鐵粒出來 來來來 盡量吃不要客氣 來 紅角獸 我要來騎你了唷 喔我可以騎他了 嗚呼呼 看看我 我會噴彩虹 彩虹光束 在我的PP後面 如果往後退的話呢 也會有很多很多的彩虹耶 但是他好像 不會飛的樣子 欸 他跳躍跳好高喔 喔 看起來跳躍跳很高欸 唉唷 喔 我們來養這個酷酷的獨角獸 哇他好美 他真的好美喔 我有方式可以讓他飛起來 我們只要把這個 鞍寵物阿 再搭配上這個圓圈圈鑽石的話 他就會變成飛行鞍了 會需要用鑽石力 沒有關係 我們鑽石很多 我們可以弄出很多很多的鑽石力 來給他吃 來 毒角獸 我們來飛啊 飛啊 唉唷有有有 飛啊 烏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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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好多好多彩虹 好開心喔 彩虹光束 欸 他要掉下去 來來來 我們來讓 我們來讓他 欸 他掉到地板上了 等一下 我的滑鼠 我的滑鼠按鍵不受控了 我們來給他取一個酷酷的名字 然後呢 之後再讓觀眾 自己幫他取名字吧 我看一下 我有帶命名牌出來嗎 喔 好像沒有欸 喔 好想把他留著 他好酷 他好有彩色光束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紅角獸 可不可以穿過我們的傳送門 直接到限界齁 那就 你進去 你進去 來來來來 不要客氣 呃 他 他好像進不去 我是不是要給他推一把 來來來 我要下來了唷 你你你自己進去 喔 他進去了 我們跟得過去 喔喔喔喔喔喔喔 他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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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我到顛倒室去 喔喔喔喔喔喔 還好我會飛 喔 欸 你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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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們我們用我們用線 我們用線把它牽出來 喔喔喔喔喔喔喔 他會 他可以陪我們到現實世界來 他好美 喔喔 嗨 你好 嗨 你好 嗨 你好 喔 呵呵呵呵呵呵 呃 呃 這是我的新寵物 呵呵呵呵呵呵 這是我的新寵物 他好可愛 來來來來 我們 我們找一個 我們找一個柵欄 把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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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胖了 他過不了這個門 呵呵呵呵 那 那就只好在這邊 弄一個 隨意的柵欄把它 摔在這邊了唷 呃 汪汪有一個柵欄 來來來來 我來把它摔著 然後我們來給他取一個酷酷的名字 來來來來 你就 你就呆在 你就呆在 呃 這裡好了 來來來 他生著了 喔喔喔 他會噴彩虹耶 他好美喔 往往想想 他的名字就叫做 彩虹冰淇淋 呆胡屎 這招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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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冰淇淋 他是什麼口味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像一下 呃 那接下來我們就 繼續的在 你有沒有對我的寶箱 做了什麼事情 看起來沒有呢 我們就繼續的來 去天堂冒險吧 啊 好痛 啊 好痛 為什麼我在扣血 啊 我們去看看有什麼 更多的怪物 可以讓我們打打 然後看看 可不可以遇到BOSS祭壇之類的 哎呀 這是什麼東西 他好大一坨喔 他叫做天界轟炸者 我 摸 摸他一下 喔他血好厚喔 欸欸 他 他是不是 他不會動耶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外觀 他 他看起來也是蠻可愛的 哎呦 今天伺服器是不是比較不穩啊 感覺好像 很多生物都變得有點智障智障的 啊 撿到一個酷東西喔 天界轟炸者之星 吼 嗯 他可以幹什麼 我看他 好像 好像 不能幹什麼的樣子耶 喔 喔 還說他其實是召喚BOSS用的道具啊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找BOSS祭壇 找找看吧 哎呦 這個東西 跟我們之前在地獄看到的那個符文祭壇是不是同一款的啊 只是他是雷鳴符文寶珠的吼 啊之前 看到這東西之後啊 觀眾就有跟汪汪姐說說 我們要用這個符文塊可以來獲得對應對應的符文吼 那只要這樣子就可以把他變成未充能的符板 然後再右鍵他一下應該就可以 喔 他變成雷鳴符文了耶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複製很多很多的符文石耶 而且我們還可以獲得對應的等級 喔 我感覺我剛剛好像獲得了很多等級耶 然後獲得了很多很多的雷鳴符文 所以那些法杖他的符文只要找到對應的祭壇的話就可以無限複製了吼 好啦 那再來逛逛吧 不知道是不是汪汪的錯覺 我覺得天堂的怪物很少 而且大部分的怪物好像都不會揍人 這個伺服器是不是發生什麼意外 我是不是今天選的不是時候來挑戰那個 嗯 虛無世界的各種維度啊 嗯 目前看起來紅小獸也沒掉什麼特別的掉落物吼 多打幾隻試試看 沒有掉落物吼 那邊好像還有一隻紅小獸 啊如果 嗯 就今天這一集我們好像沒看到什麼可愛的天堂大姐姐 啊如果每超過100站的話我們就多養一隻紅小獸好了 大家覺得如何 如果大家覺得 嗯 養紅小獸很好的話 嗯 就跟我說我愛獨角獸啊 如果大家覺得 獨角獸其實很普通的話就說 我還是比較愛天堂大姐姐之類的 就看大家 那我就 繼續找一些其他的怪物看看囉 哎呦 終於看到一個稀奇的傢伙了 請問我可以跟你交易嗎 海骨天子我揍你一下你會攻擊我嗎 哎天堂的怪真的都不會打人耶 哎他好像掉了什麼酷東西 他掉了破爛皮布爛透了 我們玩到現在才注意到 天堂有礦耶 這叫什麼 圍巾礦 哎呦他會掉一個圍巾耶 圍巾可以做什麼圍巾塊跟可以做他們的磚 還有法杖哦 可以召喚爆炸流星彈 好像有點厲害可以來做做看的樣子 但是 Wonderful不夠 烈捷稿 飛龍鏈礦物會掉落額外的材料 嗯好像不是很需要 各種各樣的法杖哦 正義之弓 呃 復仇射擊時造成額外傷害 什麼中間復仇射擊 完全沒有聽懂 然後這個尖爽又從哪裡獲得的 跟圍巾劍 呃還可以做什麼東西 啊 這個免疫衰弱傷害對我們來說 好像 有點垃圾 重點是 呃我好像沒有更多的藍寶石 我是不是應該去主世界挖一下礦之類的啊 呃 哦 魅角獸召喚版 這個東西我有興趣耶 哎呀 這個BHA的大家怎麼瞬間把 虛無世界3的各種等級練到100等啊 他好像是用了聚能水晶 所以他是不是找到了 複製聚能水晶的方法 總之很厲害 那 嗯 我往找到一個很高很高的塔 我們來想辦法進去探險一番 呃我看到他的入口了 他入口怎麼在這麼危險的地方 哦 精神 監護者的生怪磚 他怎麼感覺好像沒有生怪的樣子 那 哦他生怪了他生怪了 來啊PK啊感覺 哎呦呦呦呦 哦他的近戰怪齁 他會掉什麼酷東西嗎 呃 目前看起來他沒掉什麼酷東西齁 那我們就上樓 上到上一層樓 這一層樓好像沒什麼東西 再到上一層樓 哦這邊也有 這也是精神監護者齁 就是打那個天蟹寶寶 白化陣小波會掉的那個怪物齁 哦這邊就是他的塔了是不是 感覺好像就是這個 哦精神監護者跟保護者 啊一個是近戰傷害 一個是法術傷害是不是 汪汪抖了 然後這邊有好多好多 他的生怪磚喔 那我們就 哦哦一次掉了好多怪 來來來來來 對抗對抗 看看你會不會掉什麼酷酷的東西 哎呦哎呦哎呦 被這塔了還滿痛欸其實 啊 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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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辦法再到更樓上去 哦有寶箱 看一下喔有很多很多這個圍巾 跟一些 哦 金蘋果跟 嗯沒有看到什麼特別厲害的東西齁 哎呦這上面是頂端了是不是 這邊也有一個監管者祭壇 那 汪汪其實打那個天獻寶寶小波的時候啊 有掉這個漂浮石跟這個天界轟炸者之心 我感覺應該就是激活這個祭壇用的哈 感覺上天堂世界跟顛倒世界他們的反差有點太巨大了齁 顛倒世界那邊一堆怪物想要取汪汪的訓練 而天堂維度就他們的生物超級友善的 我今天一點點刺激的感覺都沒有齁 下一集我們就來解放天堂世界的老大吧 看看他們的老大是不是個狠角色 還是說他們一樣是個小孬孬 然後來嗆多他們的武器玩玩看這個樣子齁 今天就這個樣子留言說我愛彩虹小馬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哈哈哈哈哈哈哈